原标题 老蒋悬赏八万元取他的人头 他死后 军统的特务将其气势荒野 1935年2月15日 在《民国日报》上 有一则悬赏启示 上面出现了几个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名字 其中周恩来和张国道的赏额是升勤五万元 首级三万元 但还有一个人的赏额 却是升勤八万元 首级五万元 比周恩来还要高很多 这个人就是罗秉辉 罗秉辉在那个时期 确实是一个让国民党头疼万分的人物 1933年时 他已经是红九军团军团长 和林帅 贺老总 徐向前 彭老总是同一级别 而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平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中 罗秉辉就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如果罗秉辉能活到1955年 至少是大将级别 没准还能成为远帅 罗秉辉个人就有一个绝招 就是他枪法很好 陈毅曾让一生只爱玩枪的 宿老总与罗秉辉比试一下 但宿老总还没有笔就认了输 抗战时期还有一个 关于罗秉辉枪法的故事 就是罗秉辉用一颗子弹 打死了三个日本鬼子 还射伤了第四个鬼子的胳膊 当时穿透力最强的武器 应该是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 才拼刺刀时为什么要退出子弹 就是怕对物伤的队友 但正常人顶多也就是打穿一个人 罗秉辉却能打穿三个 可见罗秉辉的枪法有多厉害 罗秉辉为什么能在军事史上 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一般人 做不到的特点就是他擅长出骑兵 早在第三次反围剿中 罗秉辉手上只有几千将士 却把蒋介石的十几万大军 拖了整整半个月 可见他的军事才能至高 罗秉辉奔出彩的一战 是在四度赤水的时候 他的红九军团 再一次充当了骑兵的角色 成功掩护红军顺利渡江 因为在长征中红九军团 具有的特殊作用 所在在长征主力军 走完两万五千里的时候 好